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一開始來看這一題 這是學測題改的 他說A是正整數 而且呢這個滿足X-17絕對值夾在2和A之間 這個條件下的正整數說有12個的話求A 那所以就像我們之前一直講的 只要你在絕對值外面沒有位置數的話 其實我們就先以這個圖解為切入點 所以這個是X到√17的距離 對不對 然後說他在A和2之間 畫一條線√17加-2 那加-2你看我都講加-2了嘛 所以其實這兩點就是2加√17 √17加2和 根號17-2嘛 對不對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加-A 這樣子 這是加-A 應該畫得差不多吧 那他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有的X 的正整數有12個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A到底會是多少呢 如果今天他的題目改成有 在這個範圍裡的整數有12個的話 那麼首先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應該了解到左右是對稱的嘛 對不對 左右是對稱的話呢 那所以左邊6個 右邊6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來看看到底A會到多少呢 因為√17是4點多 所以√17加2是6點多 多一點點而已 因為就是4是√16嘛 所以要在6個整數 你如果沒有辦法直接 肯定的說 這樣子A就是多少的話 你不如就列一下 6點多下一個整數開始是7 7、8、9、10、11、12 那所以√17會是 √17加A的這個數字 他其實會是12點多 那因為√17是4點多嘛 所以他其實是8 但是我們這樣做是以滿足這個範圍的整數 是12個 所以左邊6個右邊6個 但是現在呢 這裡出現一個正 那你說有這個正差在哪裡呢 我們往左邊看 所以√17如果-2的話是2點多 對不對 那麼2點多往下數6個的話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唉唷 數到負的囉 他的下一個整數是2 然後1 然後你如果要數6個 就會有0-1-2-3 這樣才會有到6個嘛 對不對 但是你就會知道說 那這樣子就不叫做 符合條件的整數有 正整數有12個 因為你有3個是負的還有一個是0嘛 對不對 喔 不難一提喔 這一題是那個學測題目 然後我把數字改一改 我不確定學測題目有沒有 因為這個政治而 讓他的答案不是左右對稱的 但是我們這個既然我把它改掉了 它就是 這一題等於說 一個小小的陷阱藏在這邊 其實我們的左邊 你的這個A 越小或越大 越小或越大 再大再大再大 這邊增加都是負的了吧 所以說你的左邊只會提供 兩個正整數而已 的話呢 那就代表你的右邊要提供10個 透光剛才的討論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說 其實你這裡如果有6個的話 這個12點多就是這個6點多加 加6 同時這個A是8也是這個2再加6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解到說 如果我們今天說這裡有10個的話 其實A會是2加10 12啦 那如果你不那麼肯定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不如來數吧 就是123456吧 13 14 15 10 1234567890 數到16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它應該是 16點多 那16點多減4點多 所以是 12點多 就是剛剛講說2再加10 對不對 所以是12啦 所以A應該是12 從16點多開始 那16點多減掉 根號17是4點多嗎 所以剩 這個 12 那就是 把這個 A就是12啦 它就相當於我們剛剛講2再加10 然後關於不等式呢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像這一題 你可以按個暫停一下 想一下你要怎麼做 如果今天我要寫這一題的話呢 我的算式會比較簡單啦 就是我會跟你說 因為 絕對值一定是正的 破0啦 絕對值 幣 大於等於0 那幣大於等於0的話呢 你去讓它大於等於負號的 這個部分 有要求就跟沒要求一樣了 所以本題就直接變成是 這樣 那就是x到2的距離 在正-1之間 所以 空的 因為沒有等號 這樣子 可以嗎 好的絕對值不等式裡面 也有就是比較需要討論的部分 像這樣子 它絕對值裡面如果也有 倍數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等式的部分有做過 就是把倍數提出來 那我們現在在不等式的也來看一題 如果我今天要你去討論這個的範圍 那它會相當於是 x加2 然後大於2倍的x-1-2 所以圖解的時候你就會有-2和1-2 可以嗎 那我們討論它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答案可能在中間也可能在兩頭都有 都要三個都要去討論 如果答案在右側的話 那 除非你有辦法 直接看出來 不然都建議用射的 尤其是不等式 很容易錯 所以都是建議用射的 我們射這裡是a 那這裡的話 因為這一段是2分之5 所以這裡是 a加2分之5 那麼依照題目的意思就是 a加2分之5 會大於2a 可以嗎 然後一向你就會得到 a會小於 2分之5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今天這是2分之1加2分之5的話是3 那但是這個a要小於3 所以它是往這邊去的 可是要注意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前提 這個是 如果x大於2分之1 如果x大於2分之1 那你a小於2分之5 我們會得到的結果是x要小於3嗎 所以這兩個前提要合併 這個2分之1這裡應該是可以放等號的 大於等2分之1 這樣子 那如果是在中間 也就是說 x在-2 到2分之1之間 這樣子的話呢 那左邊 因為這個會乘兩倍 我們還是往這邊叫a好了 這個就會變成是2分之5-a 所以你就會得到 2分之5-a會大於2a 所以你就會得到 3a小於2分之5 所以a小於3分之5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x會 注意喔 a小於3分之5 那是會更右靠 所以它會大於 2分之1-3分之5 也就是3分 那通分6 也就是 6分之 2-6分之10 3分之5是6分之10 2分之1是6分之3 所以是-6分之7 然後一樣喔 你要合併這兩個 就是要把它跟它的前提合併起來 大於這個沒有等於 可以嗎 所以這一條合併的範圍結果是 有這段 這段 那右邊 左邊的這個我們也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 把這裡設b 那這個就是b加2分之5 那按照題目的意思 你就會得到 b會大於 兩倍的b加2分之5 所以是2b加5 那你就會得到 b會小於-5 對不對 b會小於-5 那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b是正的 所以呢 最後我們的答案是 這一段 或 這一段 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 它會剛好接起來 所以是-6分之7 到 3之間 然後 都沒有等號 它原本的題目是沒有等號的 我們自己放的那個 這個分界點是可以放等號的 因為折點是可以放等號的 那這樣子齁 這一題到這樣子 有看懂嗎 好 那我們再兩刻先上到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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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